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設計師Sano 今次我們來到錦田耳聯這個單位 單位正在做一個油漆工程 所以我們稍後會上去看一看 跟進一下地盤進度 還有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 或者配置一下 稍後就會去到山水營會合Sinthia 我們現在出發吧 我們進來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我們的階段正在做一個油漆工程 所以這個油漆賣尾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很多貴身都包了膠袋做保護 我們來看看 在這裡 因為師傅剛剛去吃午餐 所以現在就沒有工作在做 這些位置鋪上膠袋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可能天花或者貴身 有些油漆需要修補 因為我們有時候去到搬運傢俱 又或者是裝修途中 有機會會有少許撞花撞崩的位置 我們透過油漆修補 就可以幫我們收拾帥仔的貴身和牆身 而去到這個階段我們還會做什麼呢 我們還會做裝電製面 以及一些臨嬸的安裝工程 你看到一些電製面這些 就還沒裝好 然後他們做完油漆就蓋上蓋上去 最後我們就會釘上地腳線 這個位置就可以帥仔地交貨了 然後我們聽就大致上是這個流程 我們現在進入房間看一看 這個就是睡房空間 其實跟剛剛的概念一樣 都是會包起膠袋 你會看到我們這裡會有一隻門 這隻掛托門就特意拆了出來 就會放到這邊 那為什麼會拆掉它呢 因為我們門背的位置都不會走掉 那個位置都需要走回漂亮的油面 變相交場的時候就可以更加公正一些了 我們去到這個走廊的空間 我們把頭房的位置轉了為一個玻璃間隔 玻璃工程我們幾次做呢 基本上是安裝完傢伙才擺放的 不然就會很容易撞崩或者撞花 因為玻璃這些都容易碎或者脆弱一點 所以它剛剛做起而已 我們當然會把膠紙都切成固定 之餘就是提提師傅不要動它 因為剛剛擠完膠 一動了那條膠就會爛了 歪了不要看 那我們去到這個空間 就做了玻璃探門 上面也做了一個存物式的假天花 很多客人都想利用盡樓底的高度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就會把假天花做一些生口 讓它可以做一些擺放的物品 當然啦 不要擺放得太重了 通常是一些過季節的棉胎 或者是一些舊的衣物等等 我們進去再裡面看看 這個房間就是一個小朋友床的房間 同樣地都是做一些保護 油漆工程 還有一些扶手 譬如這個位置 我們會安裝一條扶手 我們就會拆掉它 讓我們做油漆的時候 可以完整一些 做完油漆工程 我們才再後來安裝上去 Cynthia 我會合到你了 我剛剛正在二聯道介紹完 我們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元朗錦田的山水營 這個是一個地下單位 我們帶大家參觀一下 Let's go Cynthia 這個樓底很高 嗯 現在是在做什麼工程呢 現在你看到我們剛剛好木工完成了 譬如我們一些燈具的位置已經開好了 通常在這些階段之前 我們有什麼準備呢 就是我們首先要買一些燈具 因為我們師傅才知道 尺寸安排 還有一些開孔的位置是如何 才可以完成到這份天花 明白 就是剛剛做完這個木工程 咦 長身呢 長身我看到好像橙了底 對 因為我們通常做電的時候 做電的前後附近位置 我們就會安排一些橙底的工作 因為下一步做完天花的木工 燈槽之後 我們就會準備開始做油漆工程 所以在這個階段 我們都會完成了橙底 我們進去其他位置看看 為什麼這個門沒有了 這個是不是房門 這個原先就是進去主人房的門 但是因為我們大廳上面想看得闊落一點 所以我們這個位置就會準備安排一個 panel 連同隱藏門的做法 推開了之後 裡面才會是主人房 哇 這裡有什麼看的 其實這間就是一間客房連同書房 所以我們通常在安排電力的位置 你看到現在的位置會偏低一點 因為其實有些是一些原裝的電製 譬如沒有特意遮蓋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保留 至於一些新重的位置 就像我們門口的位置一樣 安排一些小燈 所以就會特意有改位的動作 所以其實一般身來來說 有些電製我們一般不一定全部改動都可以 只不過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就會用手機遷就它 或者是改電位去做 今天帶大家參觀完我們兩個錦田的單位 兩個的裝修進度都介紹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見 Bye Bye